如何给冻肉解冻 冻肉的解冻过程是个麻烦事儿 今天几分钟就来教你一些冻肉解冻的小技巧 也许可以帮你不少的忙 你将需要冻肉 米酒 食盐 微波炉 冰箱 方法一 在冷冻的肉上撒上米酒 再放进冰箱的冷藏室里 过一些时候再拿出来 你就会看到肉已经解冻 这样解冻的肉还没有冷冻过的那种味道 方法二 如果你想晚上做些肉丝炒菜 你可以在早上上班前 把存放在冰箱冷冻室里的肉 提前拿出来放入冰箱的冷藏室里 这样下班回来 肉虽然没有完全解冻但已经软化 可以切得冻了 这时候的肉最适合切肉丝 不软不硬的 切起来很适得心应手 方法三 使用微波炉解冻 注意使用微波炉解冻一定要用火力的最低档 而且要逐步加热 开始先加热两分钟左右 然后根据肉解冻的程度再加热两分钟 这样循环直到肉完全解冻 小题是 记住 不要像热饭或者是烹调食品那样 以此加热5分钟或者10分钟 否则肉会变质 方法四 我们在将买回家的肉放入冷冻室冷冻之前 可以先将肉类的食品切成小些的块 按照一顿饭菜的份量分成份 分别装入干净的袋子里 再放入冰箱冷冻室进行冷冻 这样每次烹调用时 很快就能解冻 你知道吗 猪肉价格与CPI关系密切 食品在CPI中的权重为33.2% 而猪肉的价格在食品价格中的比重最高 达9.26%